各位念佛的时候不能光嘴巴念佛 那不是念佛 所以我们有一句话 念佛不在嘴 打坐不在腿 这什么意思呢 不管你念佛拜佛打坐 都要深口意都要 你念佛的时候身体很庄严 拜佛进一步身体像阿弥陀佛一样 再来嘴巴不骂人不骗人 慈悲心念佛 心理跟阿弥陀佛一样 地狱众生 鬼道 畜生道 所有人类都消业障 都往生净土 心里要有慈悲心 所以念佛的方法 我顺便教各位 就是说 你一开始要念佛之前 最好要念这三个字 来 哄阿哄 身体干净了 就像各位现在穿白色的衣服 身体干净了 阿 嘴巴干净了 因为嘴巴吃蒜头吃肉骂人 先给它超度超度 因为你要念阿弥陀佛 阿哄 心里干净了 没有生气 没有欲望 这个时候没有 哄 所以这三个字很重要 不但东西干净 人也干净 所以念一下 翁阿哄 所以你也可以观想 翁在头上 身体干净 阿 在喉咙 喉咙干净了 哄 在心 内心里面平静了 这个各位一定要背 因为很慈悲 以后你在路上看到人 你都要帮他念翁阿哄 让他身 口 意 都干净 没有造业障 翁阿哄 所以我们要念佛之前 或是水果香要供佛之前 都要念翁阿哄 那我们念完翁阿哄以后 那我们开始要念佛了 但是大乘佛教 念佛一定要发菩提心 什么叫菩提心呢 我也要变成阿弥陀佛 我也希望所有轮回的众生 都到极乐世界变成阿弥陀佛 要这个菩提心 如果菩提心念阿弥陀佛 你才是真正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要上平往生 所以我们开始念阿弥陀佛的时候 首先你要 翁阿哄 自己清净了 然后呢 你开始念阿弥陀佛的时候 你要变成阿弥陀佛 你的身体是阿弥陀佛 你的声音是阿弥陀佛 你的心是阿弥陀佛 所以你想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不但如此 你看到整个缅甸 就变成西方极乐世界 所有的树啊 水 树都变成琉璃树 水都变成八功德水 也就是说你念佛的时候 要按照阿弥陀经里面 所写的世界 这样去观想 所有的人都变成观心菩萨 或阿弥陀佛 叫不退菩萨为伴侣 所以你念佛的时候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所有人都变阿弥陀佛 所有的花草树木 都变成极乐世界 然后一直念 念到后来 所有的人也变阿弥陀佛 他们来加持你 这个世界有一万个人 有一万个阿弥陀佛加持你 这个叫什么 最后叫什么 念一下 心佛众生 三无差别 念佛要这样念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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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通变成阿弥陀佛 你在家里念阿弥陀佛 突然小偷来了 他也变阿弥陀佛 你不要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小偷来了 那你就完了 你要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小偷也变阿弥陀佛 你家的狗也变阿弥陀佛 这个叫清净心念佛 各位要不断地这样念识 你不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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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断地